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动漫三分钟 我是你们的豪哥 老规矩是咱们的猜一图环节 大家可以猜猜视频中 你影中的角色他是谁 答案就在本期视频末尾处揭晓答案 一定要看到视频的最后时刻 海岩宝宝虽然是一名天生的厨师 但是他曾经也想要转型过 去当一名海绵演员 但是谁能想到他最后被拿去擦了厕所 真恶心 现在跟豪哥一块来看一看 这天海岩宝宝突然不想做厨师了 想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 于是他去应聘当一名演员 而且很幸运的是 他成功的接到了第一个广告 海岩宝宝本以为自己可以走上人生的巅峰 但是没想到的是 等着他的却是下水道 灯光打开 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充满肮脏的洗衣手间 毕竟这是一个清洁海绵拍摄的广告 那么他们叫海岩宝宝来拍摄的目的是啥呢 原来海岩宝宝就是拍摄用的那个清洁力极强的海绵呀 广告的旁白配音 边讲解一边用大手一边拿着海岩宝宝沾满着水 在墙上水管上还有洗手持重摩擦摩擦摩擦 在这光滑的墙面上摩擦 结果呢 海岩宝宝所到之处洁净无比呀 海岩宝宝本以为这已经是脏到极限了 于是呢 他就在忍耐说拍完就得了 直到广告旁白中出现了情节马桶的声音 海岩宝宝也看见了马桶 海岩宝肉眼可见崩溃呀 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好个感觉有一万只苍蝇在飞向马桶 因为马桶里边非常的脏 估计是很多人拉屎拉爸爸很着急 拉在了外面 深色浅色的污垢挂在马桶上 并且一直散发着魔鬼般的味道啊 海岩宝宝只是看一眼就受不了了 估计是想到自己的海绵空洞里边 哎 吸满了这些屎的样子 想到了马上自己干净的身子 就要被这些排泄物粪便屎啊 上面摩擦 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抵抗 拒绝用自己在这个屎的马桶上摩擦 使出吃奶的劲 挣脱了大手 并表示老子不拍了 我要继续回去老老实实的当厨师吧 这太恶心了 好了 现在侯哥公布本期的猜涂答了 小伙伴们你们都猜对了吗 老大 liked